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以以孤行执意宣布将于8月24日启动辅导和污染水排海 8月23日下午 大批敏及香港民众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前抗议 强烈抗议日本排海计划损害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称此行为及其自私自利及不负责任 坚决反对日本不负责任行为 强烈欠责日方傾倒废限料 强烈反对日方强推核污水排海 日本拿全球海洋环境和全人类健康当早住 其实日本有很多方案 但它选择了一个最便宜的方案来做 明天大约12点他们就会将这个污水注入大海 而且不是一次不是两次 是说未来几十年都会做这件事 对我们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健康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是强烈谴责日本政府这个不负责的行为 稍后我们联会会将我们的抗议信交到日本领事馆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